我就說小時候朋友結婚美 我那總是 我這次真的是麻煩你 這幾天過去了我就跟我媽說信 你也知道我媽那個人 就是你媽媽 知道哎不說 你姐這回算是閃婚吧 那男朋友你是誰呀 是不是怕了 現在年紀人不都愛上婚嗎 我媽媽 這事情 不如我先知道 一會兒見到就知道了 哎小小 你回來了哎王叔好 明天就和你姐的喜酒了 你們倆是好久半 可別忘了你王叔哦 好嘞好嘞 王叔再見 陳小和尹海分手也有多半年了 去吃吃 王姐姐 來 銀孩多吃個 謝謝阿姨 這些年哪 全虧著你早早的和小小在一起 要不然啊 我还不得多为她的婚事操心呢 你说什么 来 再吃点 谢谢阿姨 我可不这么觉得 仪海和晓晓啊 可是我们镇上公认的金铜玉礼 我原以为晓晓会先结婚 这几年政策好了 我们家的日子也好过了 晓晓的婚礼啊 我们一定要大办 结果反而是我们家冉冉 先解决婚姻大事 也是啊 原本我也是这样想的 这黎染这孩子嘛 乖 老实本分 我想着她的婚姻问题 一定得慢慢来 可没想到啊 她先上船后补票 移步到位了 哎呦 省了多少周折呀 怎么先上船 姐 姐 你不会怀孕了吧 你不会怀孕了吧 那个 静哥啊 就是我刚突然想起来 咱们前几年是不是见过 就是前几年在南洋公司 我做人件开发 上过李总车来着 现在应该叫姐夫了 那个 你现在还在 他现在是董事长助理 董事长助理 对对对 我想起来了 之前见你的时候 我还是个小秘书 秘书 对呀 你看我姐夫多棒啊 再说了 我姐的眼光这么好 你呀 要多向姐夫学习你知道吗 啊 是该向姐夫学习 姐夫也是有本事 要不然我怎么会对她印象深刻呢 嘿 哎呀都是一家人 什么有本事没本事的 王晋 你们都在室里工作 以后啊 要多多关照 人家银海 现在在做什么软件开发 我们手机里 那好多APP就是他做的 好好好 你多多关照 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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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吗 做的 吗 做的 做的 吃吧 吃吧 吃一个 吃 吃 謝謝 相君 李建国 相君 明天然然是要结婚了对吧 不关你是 明天是然然大喜的日子 你不要给大家添堵 相军 我知道我错了 我现在已经和那个女人分手了 后来发现 小王的女朋友就是然然 我这不就跟过来了吗 我在这里转悠了几天 我都不敢来找你们 这不然然要结婚了 我可不可以 不可以 你就让我看一眼吧 我想弥补然然和湘芸 我现在有能力让他们过更好的生活 也包括你和小小 行不行 我们不脑里费心 我告诉你 然然的男朋友很优秀 湘芸他自己也很勇敢 小小也很幸福 小小幸福 我就幸福 你走吧 别跟着我 你听我说 快点 我上 我上 哎 快点去休息 赶紧休息了 哎 妈 你别闹 你也别闹了啊 街坊四邻都休息了 你们也赶紧睡吧 妈你说什么呢 我妈没结婚 再说我没准备 可是妈准备好了呀 你放心吧 妈开明得很 妈知道啊 其实你们大学出去旅行的时候 你不是跟小白一起 你是跟银海 你们俩出去那几天呢 都是住的一间屋 那是表姐 一样一样 时代在进步 社会在发展 妈不在乎 对了妈 你再怎么跟我家床被子的 你晚上也冷啊 哎呀没被子了 就这么睡吧 早点休息了 明天早上妈来叫你们 妈 哎呀妈走了 你说什么 我都听不见了 那也只能这样了 啊我听晓晓你的 哎呀我也累了 咱们就早点休息吧 好 晓晓 你说 你妹妹会不会接窗门啊 哎呀不会的 我妹妹可好了放心吧 晓晓 这样下去 也不是办法呀 这个事 你妈迟早会知道 哎呀行啊 你不用担心这么多事情了 明天咱们就结婚了 放心吧 現在怎麼辦 哎行吧 這樣我今天晚上 我就睡地上你就在床上休息 不好意思啊 我也不知道我媽會這個樣子 早知道咱倆就應該告訴他 咱倆分手了 他該鬧鬧 該吵吵的 也不至於現在這麼尷尬吧 不是 你話也不能這麼說呀 去我們兩家 雖然現在沒住一個鎮上了 但人言還是口味 哎 對了 你說我姐和姐夫 他們怎麼回事 我倒是覺得 姐夫好像有點問題 你說 是不是跟咱倆一樣嗎 怎麼可能啊 人家都補票了 能跟我們一樣嗎 啊也也是啊 嗯 嗯 嗯 哎 新郎讓我給他當萬郎 我就住住我朋友家呢 一起啊 那和我開視頻有什麼關係啊 啊不是那個 這兄弟已經睡了 好打擾人家 嗯 好吧我還說我想你了呢 我這不是後天就回來了嗎 啊沒事 不夠了 哎呦 他等你了 哈哈哈來來來來去這邊走 快快快快 來這邊忙去忙 哎呀 來那我們先過去了啊 去吧好 恭喜 恭喜恭喜 恭喜叔叔哎 阿姨裡面坐 謝謝 謝謝謝謝 謝謝 什麼時候 快去去坐 哎 恭喜 快樂 謝謝 快 快去去坐 哎姐姐快帶妹妹去坐 好 好 好 謝謝謝謝 好 慢點啊 慢點慢點 好 你慢點 好 你先去坐 你先去坐 找那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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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苦了啊 沒事 我就是笑得有點臉 哎 這已經是一切從簡了 你知道要勸動你媽和我媽從簡 那得費多大的工夫嗎 我非常理解 這事碰到我媽和你媽了 他倆 咱怎麼可能放過這麼好的機會 肯定得鬧得滿正的 神神吧 我呀 就希望能夠平平穩穩的 然後明天一早就從這裡離開 回城里 你不準備多留兩天啊 我還敢待嗎 每天在這心驚膽戰的 哎 你我說老實話 姐夫是不是根本就不是什麼 董事長主 這個是不小秘書 他連小秘書都不是 那 是個普通職員 不會失業了吧 就是董事長的 你什麼 哎你小點聲 啊 變一驚一炸的 那 姨媽呢 你想過以後沒有啊 我想過了 我打算 過段時間先讓王進辭職 到我的花店裡來幫忙 也可以先照顧我 然後等寶寶大點了 他再去找別的工作 總之你相信我 我的眼光不會喘 我相信你的眼光 不過啊你買的可真好 我就說你一點動靜都沒有聽到 我們認識很久了 他 總是替他老總到我們花店裡來買花 經常幫我搬搬東西 他也很 很替別人著想 也很照顧我 一開始 我就知道 他是個司機 但我喜歡的是他這個人 只要人好 就夠了 那姨媽呢 姨媽怎麼想 我現在已經懷孕了 怕什麼 對 對了姨媽去哪兒了 看看裡面吧 小王啊 我聽老李說你今天結婚 怎麼都不跟我們說一聲啊 那明天我和總經理出差 就不安排你開車了 聽說新娘子可漂亮是吧 哎 公司司機班這幾個離開車最穩 又是第一個調到漂亮妹子的 這一定是有關係的 啊 恭喜恭喜 好 坐坐坐坐 你們上班好啊 謝謝 來這邊 這邊這邊 新娘來敬酒了 好 好好好 恭喜恭喜 恭喜 恭喜恭喜 恭喜恭喜 向雲 向君 你們倆待大兩個閨女 也多不容易啊 現在好了 一個結婚了 另一個馬上就要結婚了 是是是 真是雙喜迎門呐 祝賀祝賀 謝謝謝謝 哎 向雲 你這個老月母怎麼高興的 連酒都忘了喝了 哦 你怎麼 Wit 廚師 嗯 après 我先生 哥聞到 你趕快 好 沒有 fil 这些年 各位乡里乡亲家庭林里 看着我们林上长大的 我不容易 我们家然然也不容易 然然来 我们敬一下父老乡亲一杯 林海 把酒拿过来 喝酒 长这么大了又是不会喝酒 你妈 这么多喝酒 妈 喝 天妈的 没事喝酒 晚上还要闹洞房呢 就这样 是啊是啊别喝了你妈 行了行了别喝了 别喝了 走 我们进下一周这样啊进下一周 来西方新娘来敬酒了 来来来 各位叔叔 这边来这边敬酒 这边来 我刚听文静说了 他们其实 哎我知道 我姐刚刚跟我说了这个事 他们想这个办法 主要是因为怕我姨妈不同意 你也知道 我姨妈和我妈特别好面子 我知道 但是我总觉得他们这样 你刚刚 敬酒的时候有没有看出来 我姨妈和我妈对了不对劲 说他们是不是有些怀疑了 我估计 那 咱们就真的得尽早回去 不然到时候夜长梦多出了什么事怎么办 早上回去了 他们也应该管不着我 不是 我觉得燃姐既然都已经怀孕有孩子了 不至于吧 你可别小看了我妈和我姨妈 行吧 我从这区上十六岁了 继续吃吧 再给你把鸡 妈大姨 姐姐姐姐夫 你也累了早上休息吧 什么姐姐姐姐夫 瞎叫什么 我是应该叫姐姐姐夫 你问他 配吗 王继 我问你 你是做什么工作的 我 我是 是董事长的 是董事长的助理 助理的工作是什么 就是 就是 就是给人开车 那是四季 王继 你自己有几斤几辆 你不知道吗 我们先不说 我们先不说四季怎么样 我问你 你骗我女儿怀老玉 还让她跟你一起撒谎 骗所有的人抓紧结婚 是不是 还说什么爸爸妈妈不在了 也是骗我们的 是不是 不是的妈 我是 你别叫我妈 我当不起 我以为你是什么好学上纪呢 结果了 你想做上门女婿 你给我讲啊 我给你介绍 你干嘛在偷我女儿 妈 你别这样行不行 我一开始 一开始就知道她是司机 可我是真心喜欢她的 她也很爱我很照顾我 是我让她骗你的 可我之所以这样做 那是因为你什么都拿我跟他们比 我没有办法呀 是 我拉什么都跟他们比 结果了 你没听我的呀 可婴孩她只有一个呀 像她这样的条件小小遇到了 我没遇到我也没有办法呀 姨妈 其实我跟姨妈 其实其实什么 刚才跟你姨妈说了 就感觉你们昨天见面不正常 什么小秘书啊 什么好好学习啊 什么见过呀 啊 姨妈 昨天你干嘛不揭穿她 啊 那个还有 你别跟我说 你当时一时心软 我知道 都是他们俩 堵上你们俩的嘴 你给我听好了 我要不是为了你 以后在镇上能抬起头 今天 你们俩快洗一扇 你们俩 你们俩 继续 你们俩 里面俩 你鳥 不帅我 你老胡 你們倆給我聽著 誰也不准給他開門 我沒總在找你們算賬 你們出去看看 快去呀 我早就知道會有這麼一天的 不是你現在打算怎麼辦 不知道 我估計是沒什麼機會了 這樣這樣你先別著急啊 我先幫你找個賓館住著 在家裡我跟芝姐要再幫你想辦法 啊 媽呀 媽媽 你放我出去 我求你你放我出去行不行想你了 是我讓他騙你的 這一切都是我的錯 我求求你放我出去行不行啊 不 是媽的錯 媽沒教育好你 媽沒本事 讓你爸拋向我們娘娘就跑了 讓你感覺別人對的好照顧你 你就理解我要愛情 就被騙就死心塌地的幫騙子說話 不是這樣的媽 你先放我出去聽我解釋好不好 我 真的 你告訴媽 你肚子 你肚子確定死了兩個月了 你肚子確定死了兩個月了 好 你聽媽說 這個孩子我們不要了 他跟我們沒緣分 你現在把這個孩子拿掉 什麼都不影響的 過兩天媽帶你去找最好的醫院 或者我們去成都不在重慶 妹子 你瘋了 那可是你的親外孫啊 我沒瘋 我不要然然加一個連婚姻都可以拿來上謊的人 然然 你放心 身上沒人知道他 過幾天 我們就說不合適 已經離婚了 你會找一個更好的 你相信媽 媽 你放我出去吧 我求你了 我 我求你媽的 媽別的了解男人 男人沒有一個好東西 男人沒有一個好的東西 什麼 男人他爸回來了 我求你了 他現在來幹什麼 他現在來幹什麼 看我們夠好了 後悔了 也不是 人家啊 這十幾年在外面很早了些錢 他說是來補償你的 他就是一個騙子 他的花音巧語還能謝 我受夠了 我看呢 她這次的態度蠻真誠的 找幹嘛去啦 我現在有我的寶貝女婿 我才不指望她 那然然她嫁到城裡去 你不還剩下一個人呢 哎呦姐 我不是還有你嗎 別說我 總之我跟你說了啊 好好想想 要是她真的知道自己錯了的話 我估計她還會來找你 啊 啊 啊 怎麼樣到拍攝地了嗎 到了 你猜猜看我現在在哪兒 猜啊 我猜在一個山清水秀的地方 啊 誰探機呢 啊 那個 一個朋友打牌輸錢了 好吧 那你明天下午就回去了嗎 明天 不一定吧 可能還得請一天假 怎麼了呀 那你明天會出門的是吧 應該 會出門的吧 希望明天會有驚喜的事情發生哦 啊 什麼 沒什麼啦 嘿嘿 晚安 好夢哦 摸摸搭 啊好行 拜拜 這千千查港 我們哪改成的燈 這不叫查港 怎麼樣到拍攝地了嗎 到了 你猜猜看我現在在哪兒 猜啊 我猜 在一個山清水秀的地方 啊 誰探機呢 啊 那個 一個朋友打牌輸錢了 好吧 那你明天下午就回去了嗎 明天 不一定吧 可能還得請一天假 怎麼了 那你明天會出門的是吧 應該 會出門的吧 希望明天會有驚喜的事情發生哦 啊 什麼 沒什麼啦 晚安 好夢哦 摸摸搭 好行 拜拜 這千千查港 您哪敢給你燈 這不叫查港 說什麼查港啊 哦 我們剛剛那說銀海那領導 老是查港麻煩死了 嘿嘿嘿 你們哪還真有閒工夫 我呀 剛把你姨媽哄睡了 媽 其實今天這個事兒也不能全怪我姐吧 我沒怪你姐 我們都知道你姐她傻 什麼啊 也不能說我姐傻啊 這 也得怪你和姨媽老小潘迪 哎 這可不是潘迪啊 這是一個母親對自己孩子的期許 那也就是銀海 從小跟你一起長大 知根知底 要是換了別人 那我的要求 不比你姨媽的要求低 哎 你看啊 你姨父跟著一個外鄉女 就跑了十幾年了 你爸呢 也去世了六年多了 我跟你姨媽呀 都全是為著你們兩姐妹活著 所以孩子你要爭口氣 啊 啊 明天呢 你看情況好好勸勸你姐 啊 嗯 那我給打架了 你休息啊 阿姨再見 其實我說啊 我覺得阿姨跟姨媽都挺不容易的 那我和我姐就容易了 不是你話不能 啊 啊 這樣 我明天 去跟王劍聊聊 你也好好劝勸你姐 啊 啊 你也好嗎 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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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呢 你呢 他就要去哪一家 啊 你呢 你呢 怎麼 你姐他也不吃啊 這牟綠牙也真是 哎對了 銀海呢 怎麼一大早沒見他呀 啊我讓銀海去一趟車站 看看有沒有明天的票 實在不行我們就再留一晚 行吧再留就再留一晚 反正你姐你姨媽這事 我也顧不過來 哎對了 我得去看一下王進 看他走了沒有 我要叫他趕快離開鎮子 不能讓他影響你姐 別啊媽 現在姐還懷著人家孩子呢 事情還有緩和的餘地 哎呀你不懂 咱們家這幾年日子過好了 什麼該來的不該來的人都來了 咱得小心呢 這鑰匙呢 在我和你姨媽手裡 那不許給你姐開門啊 不許搞小動作 啊我知道了媽 媽我吃好了 哎哎哎你還沒吃呢你 我撒嬌 喂 我媽要去找王進 你趕緊讓他去換個病館 行 啊 你現在準備怎麼辦 我也不知道 我一直跟小人打電話 可這又打不通 手機已經不在他身上了 對了 你要不換個冰冠吧 那什麼 我幫他們來對付你 為什麼 我感覺 我可能賣不過這個坎 你好做一致吧 我現在 也幫不了你手了 好 就我沒有一身 我真的送你 我不是在這裏 你不是在那裡的嗎 我不是在那裡的 呃 喂 你現在在哪 我在外面全逛呢 在到处乱逛 那你后面有什么呀 背后我不知道啊 别踩 小军 你看那不是你未来的姑爷吗 有真是 不会你看错人了 我家姑爷怎么会这样啊 也有可能看错人了 那咱们走吧 你干嘛呀 这大厅广众的影响不好 怕什么我们是情侣吗 主要是镇上的人不大开放 这样吧你现在住哪啊 我 能否事忙忙着找你 也好 那 不过我还要再拍一会儿 要不我先把房卡给你 然后我一会儿再去找你 给 那我一会儿去找你哦 好 我还帮忙 我还帮忙 我就能 lever 那我家伙着 我知道 我还说 你不能的 我还想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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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晚上到現在也什麼都沒吃 小夏 你能幫我把門打開嗎 姐 這兩把鑰匙 都在姨媽和我媽那兒呢 那 那你 你什麼時候走啊 你把我帶上一塊吧 我明天早上一早就走 姐 我說實話 我覺得姨媽也沒怎麼怪你啊 可她怪孩子呀 什麼意思啊 我媽昨天跟我說 讓我把孩子打掉 她說這樣 我就可以和王靜徹底斷絕關係了 這個不行 我得去想辦法 姐 一定記得吃飯 坐在這裡 我們這次吼咖啡 哎呦來了 阿爺 阿爺 阿爺您來幹什麼呀 誰的啊 這個 怎麼回事啊 還有這個 還有這個 哎呀其實 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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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問你 你怎麼會在這 啊哈哈哈對不對啊我 我怎麼在這呢我 啊我 你別忘了 我給過你機會了 哎不是阿姨 別叫我阿姨 那邊去 不想聽你說話 過去 不是阿姨啊 撞過頭去 不想看到你 你也不想想 你對得起小小嗎 啊 林海給我發什麼呢 怎麼了 還說什麼穿幫了 喂媽 怎麼了 小小 你姨媽 和你姐姐現在情況怎麼樣啊 哦 不行 這樣 你趕快到青岡賓館來一趟 馬上101房間我在這兒等你 啊 行 我馬上來 大一說什麼了 完了 我媽去找林海和他女朋友了 小小 這樣 你先別著急 你先問問林海 他有沒有給大一說什麼 我大一現在什麼都不知道 你們就先統一口徑 先瞞著他 這樣好嗎 姐姐姐夫 你們也累了 早上休息吧 什麼姐姐姐夫 啥就什麼 我是 我是應該叫姐姐姐姐夫啊 你問他 配嗎 這個孩子我們不要了 他跟我們沒緣分 你現在把這個孩子拿掉 什麼都不影響的 過兩天 媽帶你去找最好的醫院 你來看看 不許動 就門我去開 媽 走啦 你來看看 他幹的好事 那你說什麼呢 看到了吧 今天他在大街上跟一個女的搂搂抱抱的 啊你說那女的是誰 被我逮了個正著 嗯劉柯呢 沒回來啊 劉柯是誰啊 你沒跟我媽說呢 沒啊 那劉柯啊 是銀海的遠房表妹 在報社做記者呢 這次啊是來採風的 不對 哪有表哥表妹 在賓館這樣見面的 幹嘛不帶回我家去 再說了 我怎麼沒有聽說他有個表妹啊 都說了是遠房情 你肯定都知道啊 再說了 算了 你肯定都知道啊 但是回家 不行我還是不相信 啊有表哥表妹搂搂抱抱的呀 那是誰那天晚上把我們鎖在一個屋子裡面的 還說什麼時代在進步社會在發展 你媽我不在 你個傻丫頭 媽不是為了你好嗎 我問你 小小她說的是不是真的 啊 對呀 阿姨 這真的是誤會了 您看您也不讓我解是不是 停 你一大早叫她到火车站去问车票的事情 既然她表妹都要来了 她干嘛要走 哎呀 这件事是 我走在路上的时候 我就接到我表妹给我打的电话 她说她看到了 您想我们多久没见了 所以您才在街上 对了 你怎么知道她的表妹要来 我也是突然接到她电话了 哎呀我们家里面又不方便 所以说她就问我要不要来宾馆见见面 事情就是这么简单 别想多了 我还是不相信 别动 我开门 我要开门 是谁 您是 我是小小妈妈 你是 啊 我是 银海的表妹 我叫刘柯 银海哥 小小姐姐 银海哥 银海哥 你说你来了 不急前跟我说一声 啊 我也不知道 你们回来镇上了呀 况且 我也是 碰巧 看到我哥 埋头在地上走 啊 对对对呀 你你也真是的 你你应该提前跟我说一声啊 我想给你一个惊喜啊 你好 很有心 啊 那个刘柯呀你什么时候走啊 我明天一走就走 哦 那这样吧 哎丫头 一會兒你和銀海還有劉柯 咱們一起回家去 晚上我弄不弄好吃的 這什麼賓館太浪費了啊 不不不 那個阿姨啊那個 啊 劉柯這次來啊 他是跟同事一起來工作的 這樣可受不好 貴臉嗎 人家在這兒住得好好的 帶回去幹嘛呀 你別讓人家看笑話 這是我的給忘了 對啊 對啦 我覺得這次替王稷走了 反正 我就是去看王稷 半路上 看到他們這隆隆暴 finishing 才好 韜 那你走不走啊 我得走啊 家裡面 他們倆一會兒又瞅醒來 那你是活誠�돼 我得把這個事情搞清楚 我得把这个事情搞清楚 哎呀妈呀 不要搞清楚 别骂我 我还要不好表面 我还要搞清楚 哎呀 你先走 你去妈呀 你回家了 你去妈什么呀 我还没搞清楚 你去妈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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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走 走 你不是跟我说 你来参加你发小的婚礼吗 你不是还告诉我 你和其他伴郎睡在一起吗 啊 哎呀 你怎么 干什么 我都还没问清楚呢 怎么了 我都说就是这样的 怎么样啊 我就觉得不对劲 没有什么 表哥表妹啊 不对 他怎么能都在宾馆里面呢 就是表兄妹 你还走了 别跟我打马虎言 你跟我说实话 他们是不是真的表兄妹 妈 我发誓 他们真的是表哥表妹关系 不许哄我 我发誓 妈你去哪 你去哪 我找王军 你别给我装容作哑的 你要相信 妈死不会害你的 妈怕你以后会后悔的 我不会后悔 有不得理 你要相信吗 以后啊 你会明白妈妈的苦心的 妈 咱们先冷静冷静 你好好劝劝你姐姐 我怎么养了这么一个白眼狼 姐 你没事吧 我今晚必须走 我知道 我都跟尼海他们说好了 今晚上一起吃饭 然后商量一下怎么逃跑的事情 你那边呢 事情解决的怎么样 还行 暂时把我妈给唬住了 不过 我觉得这也不是长久之计 咱们还是得早点走 那 你具体想好办法没有 我已经跟小六子说好了 他答应帮我们逃跑 那个小柯啊 情况也就是这样的 陈晓他妈呢 疑心很重 他姨妈脾气也很古怪 你看都结婚了 还把女儿关在家里 对吧 那关你什么事 你们已经要塞少了不是吗 不是 就是你这种在城里长大的 可能你们楼上楼下的 这辈子都不认识 但我们在镇上就不一样 这么多年了 这些街坊邻居 谁不认识谁呀 我们家以前也住镇上 就到现在 我爸妈是不是也会回来 找老朋友玩呢 这我跟陈晓分手啊 就不只是我们俩的事 这就关系到两家人的脸面 还有权整人的目光 一个个结实起来 挺麻烦的 所以我跟你在一起都快半年了 你家里人还是觉得陈晓才是你的女朋友 对吗 那我算什么 我就不该来打扰你和你前女友的通知生活 好 我走 哎哎哎哎小哥小哥小哥 不是 那那个 你每天我说 我 哎呀我就是不会说话 你不会说话 你怎么能不会说话 你把你前怨母前你要吼得多好啊 你们进入一家 我要不要在权整人面前夸吻你啊 哎哎哎哎 小哥小哥 你既然都来了 难道就不想留下来 把事情看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吗 好 姐 嗯 明天帮我找一辆车去成都的 我们送走小小和银海 我们俩就带然然 到成都去找医院 去医院干嘛 哎呀 我说妹子 这事你可得想好了 非同小可 然然肚里的孩子可是无辜的呀 哎呀 我想好了 那是我的女儿 我不能让她再受我的苦 你跟我说 你看到李建国之后 我老是想起李建国当年 抛弃我们母立两的时候 哎呀 我们这两对母女到底是造的什么孽呀 姐 你怎么了 哎 你觉得银海这小子怎么样 还行吧 从小看他长大的 老是芭蕉的 那王静和李建国 那以前不也是老是芭蕉的吗 姐 怎么了 这次晓晓和银海回来 我感觉跟上次完全不一样了 更奇怪的是 银海怎么突然又有了个表妹呢 银海还有表妹 我怎么不知道 是啊 我在大街上 看见银海跟一个女的搂搂抱抱 我当时很生气 就悄悄的跟着她 到了宾馆 看见银海床上啊 全是一些女人用的 衣服啊 什么化妆品这些东西 我就打电话叫小小过来 小小过来 还帮着她打掩护呢 一会儿 那个叫表妹的过来了 我觉得有点奇怪 你说表哥表妹 他们怎么会在宾馆见面呢 啊 怎么会在大街上搂搂抱抱的呢 反正这里面有点蹊跷 姐在这我帮你 反正是就是这样 我希望你一定要相信我们 真的没有什么 我先去上个厕所 你慢慢 听回你该相信了吧 那你和她那天在房间里 你对她就一点感觉都没有 刚才不都跟你解释了吗 是真的什么都没有 这位是我错了行吗 我应该提前跟你报备的 但是你要相信我跟陈晓啊 我们两个都是那种分了手之后 还要纠缠不清的人 亲我 亲 你说什么呀 亲我 在这里陈晓欢一进来的话呢 我就是要让她看到 我要通过她的反应 来判断 你俩到底是不是亲爸 我先去上个厕所 陈晓欢一进来 人家 你俩一个消息了吧 人家 那你和她那天在房间里 你对她就一点感觉都没有 刚才不都跟你解释了吗 是真的什么都没有 好 是我錯了行嗎 我應該提前跟你報備的 但是你要相信我跟陳曉啊 我們兩個都是那種分了手之後 還要糾纏不清的人 親我 親你說什麼 親我 在這裡陳曉萬一進來的話呢 我就是要讓他看到 我要通過他的反應 來判斷你倆到底是不是清白的 行 親給你 你們在幹什麼 你們在幹什麼 你快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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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氣不了 你們你們年紀輕輕的啊 不學好 裝什麼表哥表妹啊 啊 你們把我家小小當什麼人了啊 啊 你們知道這種行為是什麼嗎 是早些年的話 你們都應該拿起郵件送監獄 大媽 您剛才那什麼行為啊 您弄疼我了您知道嗎 您憑什麼時候我是小三啊 啊 您剛才那種行為才能進監獄呢 你不是小三誰是小三啊 你到處打聽一下 在這個鎮上 隱害才是我們你家的準女婿 現在的年輕人 怎麼都不知道檢點啊 就是 不是你的就不是你的 為什麼天啊去講去騙啊 你聽我說 你快看 你以為我家小小傻 我就什麼不明白嗎 啊 告訴你 我今天又已經看得清清楚楚的了 我就猜準了你們 你這個流氓 你這個流氓 你知道嗎 你騙人家我的 你媽 看什麼啊 你不要臉 你痛我 你們幹嘛呢 你來了 你跟我解釋明白 這到底怎麼回事 你們不說 我來說 陰海是我的男朋友 他和你們家小小早就分手了 你還不知道吧 要不是你們家小小 求著我們家陰海 回來陪他參加什麼 李染的婚禮 他會回來嗎 別說了 我還要說 要不是因為你們倆好面子 啊 他們倆會騙你們嗎 我還聽說了 李染 還不是因為 為了你的面子 他才叫了 他說他男朋友是什麼 董事長的助理 不是嗎 別說 你放開我 你放開我 你 要不是因為你 李染怎麼會和他的男朋友分手 還有你 要不是因為你 成小 怎麼會帶著陰海 回來給你稱面子 還是我的男朋友給你稱面子 你還把他倆關在一起 啊 你知道這樣就可以怎麼了 就可以生出來了嗎 是嗎 別說 夠了 夠了 你們知道感情是什麼嗎 感情我們兩個是有感情的 他們這些壞人懂什麼 哎呀看什麼看有什麼好看的 走啦走啦走啦 不要看了 又不是因為你們 我們的夢中 躺在一起 放開我 放開我 放開我的手啊 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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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不起這個人 震子就這麼大 今晚的事 李家的兩個媽媽 都徹徹底底成了笑話 而陰海這邊也陷入了苦惱 啊 行 行小哥 行行你冷靜一下啊 我先送你回賓館去 那你呢 我 我 你你知道嗎 真想 好你不要說了我走 不是不是小哥 小看 哎呀 不是那個意思 啊我怕走 對不起我我話說中了 但我我真的不是那個意思 沒事 想錯了 走吧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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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為什麼要和陰海分手 為什麼分手了又不告訴我們 為什麼一而再再而三的欺騙我們 我們已經沒有感情了 剛剛在餐館 劉柯說的話就是我們一直以來想說的話 我們已經長大了 這些事情我們能夠自己解決了 也願意為自己做出的事情負責 去承擔後果 這就是你們的負責和承擔嗎 不這是不孝 你和李染繼續這樣任性下去 有你們後悔的時候 後悔 姨媽 媽 你們就應該多出去走走看看 生活不止你們眼前的小鎮 也不是你們從手機上電視上看到的世界 姨媽 你就從來沒有想過嗎 當年姨父跟別人走了 你就一點關係都沒有嗎 還有姨姨姐夫 你知道他們想要的是什麼嗎 你了解過他們嗎 沒有 你們眼裡永遠只有你們自己 從來就沒有想過別人感受 混賬東西 你一個當晚輩的 什麼時候輪到你來對長輩指手畫腳了 啊 沒規矩 嗨 小六子 白天你答應我的事兒算數嗎 事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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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 一塊兒小六子幫我們把鎖打開嗎 謝謝小六子 趕緊拿點一碗 怎麼了 沒什麼來回提吧 走吧姐 沒什麼來回家 這水箱裡沒水的 我去找一下水 你們在這兒等我一下 你害你幹嘛呀 你別跟著我了行嗎 我讓你別跟著我了 不好意思阿里克 我太累了這樣 你給我一天的自由行嗎 你的控制欲現在是太強了 我只是太在乎你了 我才會這樣的 現在是我來怕你了行嗎啊 我害怕你對我所有的懷疑 所有的質疑 嗯 可是你先騙我的 走行了吧 現在可以放我走了嗎 我讓你別再跟著我了 我安靜 我擔心 你再給我了 我陪我來 你快要吐 不可以 你俩 我對你 哎 你怎么还不走啊 我 房费交到明天了 退不了 就你那没出息的样 这点钱都舍不得 你怎么让我和李染的妈妈 相信你有本事有能力对李染好啊 我希望你们相信我 再给我一点时间 我一定会对李染好 会对孩子好 我一定会好好工作的 好好工作 我都听李染说了 你现在一门心思就放在这个花垫上 你想指着花垫发家致富对吧 你知不知道啊 那花垫可是李染妈妈出的本钱 我看着你啊 就像看到李染的爸爸 表面上看着老老实实的 其实呢自命不凡 别人一勾搭就跟着跑 你不会的 你会的 只是现在还没有让你动心的诱惑 你们这种不对等的结合就是欺骗 你这是在耽误他 这以后啊 李染一定会后悔 会恨你的 你现在应该尽快的离开 这是对你 对未来的孩子 对李染最好的选择 过段时间呢 你再悄悄的回来 把离婚证办了 就叫闪魂闪离吧 这是对你们每一个人 伤害最小的 知道吗 对不起 对不起 姐夫 你干嘛去啊 我 想好了 我配不上你姐 不想耽误他 我走了 姐夫 我姐可没这么说 都是我的错 好 小心 一副 两个女儿的不辞而别 深深地刺痛了两位母亲 她们也开始去思考 陈晓和小冉的话 或许是她们真的不了解女儿吗 也许只有让时间来冲淡一切吧 你还认得我呀 你小时候经常给我买完试嘛 你怎么可能忘记 你姐姐呢 我姐姐在车上呢 可是 要不我送你回家 是这样的 姨父 家里面最近出了太多事 我害怕您过去又刺激到她们 你是怕你姐姐不原谅姨父 其实我不奢求姐姐的原谅 也不奢求姨妈和你妈妈的原谅 我当时一时冲动就离家出走 后来我就跟那女人分手了 我当时想我得自己出去闯一闯 这一闯就是十几年 姨父 其实我妈和姨妈也没有你想的那么凶神热煞 她们只是刀子嘴豆腐心 这些我都知道 这些年我也想明白了 我听说我们单位驾驶员 王静和然然好上了 她们最近要结婚 我就悄悄来到这里想祝福她们 我当时也找过你妈妈一次 想让她给我们调节一下 没想到还是被她们赶了出来 你妈和姨妈留点心意 她们说我们互相给对方半个月时间冷静一下 也怪我我把话说的太重了 不过还好她们听进去 等我下次回来再跟她们道歉 里面的事我都知道了 别看看有需要姨父帮忙的 尽管说 小长 王静 然然 爸 小小王静呢 姨父 要不你就想想办法帮帮姐夫和姐姐吧 没关系 走吧 我们上车吧 姐姐在里面你为什么去找她 那你说说吧 你最近去干嘛了 我和朋友一起开了一个汽车租离公司 学父效果还挺不错的 那不挺好的吗 你为什么不来找姐姐和好 怎么来董事长素利 你感觉我女儿配不上你是怎么着 那天招呼也不打就跑了 什么意思啊 不是董事长 我谢谢你对我的照顾 可是我不想因为你和李远的关系 所以才 有时候机会只有一次 你可想好了 我女儿看重身体的能力 才给你这个机会 那天你有胆量跑 今天有没有胆量来追我的女儿 那一次 你应该 错了 他这次不跑了 不跑了不跑了 你 喂 知道你现在最想见到谁了 刘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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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错了 我知道谁人是相互的 我只是一时没想通 刘柯 刘柯 喂献小 你不是说他一时想不开来江边散步了吗 我怎么没看到他呀 那 我怎么看他就在你身后呢 对不起 对不起 什么意思没想通 对不起 是我 把你的在乎当成了控制语 对不起 刘柯 你可以自己问他呀 听说银海在初中的时候就开始追陈小姐姐了是吗 哎 那算什么追求 那个时候什么爱情不爱情懂都不懂 我记得 那个时候 我还跑到他家里面去告证 说他耽搁我学习 别说了 那顿打我现在都记 我爸当时把我做完之后还给我说啊 追女孩不能那么追 所以我当时就发誓 一定把你追到手 哎 那你的意思你就因为这个纠缠了我三年 那时候懂什么爱情 其实现在想想 就是堆口气 你看见了吧 我跟他真的不合适 你适合做朋友你就不用担心 是吗 当然了 哎你愣着干嘛 不是带人家走 哦对 对了 那天你和陈小姐姐在屋里到底干嘛了呀 没干嘛我睡地板上呢能干什么呀 你别误会啊 啊 我警告你啊不要骗我 我怎么会骗你呢我我对天发誓啊 姐 我看这些孩子们还是有些诚意 请我们到这么高等个酒楼 不过 他们偷上回来 我怕又有什么歪嘴啊 别怕 到时候我们小心点 别让这些孩子们再把我们忽悠了 妈 妈妈 妈 啊不 阿姨 我现在已经换了工作了 我跟朋友一起开了一个汽车租赁公司 还挺不错的 我想等公司再大一点 我就给然然再办一场更好的婚礼 完了 你就原谅他吧 你看 现在你孙子也有了 王晋也有了自己的事业 你就开开心心地 原谅我们吧 知道吗 我知道了 只要你以后保证对然然好就好了 我发誓 我一定会对然然好的 我相信你们 妈 我也发誓 我以后什么都告诉你 再也不骗你了 我不相信你 妈 那个阿姨啊 这事吧确实我跟陈晓 做得不对 我们认错了 那个您也别生气了 就就原谅我们吧 对了给您介绍一下 这是我女朋友刘柯 我们下个月也要办婚礼了 您到时候一定得来 阿姨 上回我话说的有点重了 您别往心里去 我跟您道歉 您就原谅我嘛 没什么道歉不道歉的 你们已经自己把婚事定了 我们还能说什么呢 你们走了这两个月啊 我们两姐妹啊 也认真地回想了那几天的事情 也想了一下你们说过的话 是的 这以后啊 我们不再干涉你们了 你们自己过自己的生活吧 爱咋地就咋地吧 是啊 儿孙治有儿孙福 莫与儿孙做马牛 不管镇上这些人怎么说怎么看 我们过好我们自己的日子就行了 是不是啊姐姐 对 让他们羡慕嫉妒恨 对妈妈 大姨 妈 你看看 我把谁带来了 我把我摃起 Polo 塞冠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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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冠留 这以后呢 你一定得对我这个妹妹 好 知道吗 要是不行的话 我就一脚 把你穿个毛饼 香云 这是我给你买的鲜花 还有戒子 我也戴上你 香云 哇 随着女儿女婿的回归 抛弃自己十多年的老公 也诚恳地回到了身边 李家原本是小冉一个人的婚事 变成了一家人的喜事 这个无意间注定让人密集于心 哈哈哈 这个好气啊 我也快拉 快点了 哈哈 嗯 小媳婦我来吧 好 你就那边啊 哈哈哈 你先 själv 穿个再来 哎呀我要啊 哈哈 哎妹妹呀 你看你們家呀一次就有兩個喜事 哦姐姐是我們的喜事 對我們的喜事 別看我啊一二三